这里整理的非常的多 那后来我把部分的删掉了 那真正选出来就是只有三篇 那在选文法的时候也是一样 秉持一个原则 这些的网站他必须要用兴趣编 他不能够只是把文法的东西po上去 那对我们的学习 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或提升我们的兴趣 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呢 老师一定会去挑 我觉得这个真的不错的 像是第一个talkenglish.com 在鉴别这个文法到底好不好用 我的方式是找他里面的时代的simple text 就是现在简单式 我找的是这个的部分 所以我会从这个的部分去看看 他到底好不好用 因为现在简单式呢 是我们判别最方便的一个的方式 所以从这边的simple text里面点选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有看到十二个时代 过去我们曾经有提过的十二个时代 所以现在是过去是未来式 简单然后进行式完成式 以及把完成那进行式加在一起的完成进行式 这个的部分呢 他会讲到十二个时代 待会我们会看到下一个的网站 他会介绍到 其实不只有十二个时代 十六个时代 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趣 十六个时代 我没有印象我曾经知道有十六个时代 所以待会我们下一个网站 我们会看到他有补充说明十六个的时代 在这个的网站的部分呢 他会举很多的例子 我选他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 他举很多简单的例子 所以这个样子拉下去之后呢 接下来有三题的例子 三题的例子去做练习之后呢 这里还可以去点选你的答案 所以这个是我选他 我觉得简单明聊 然后有用简单的例子 以及有不断的例子 让我们去看到 最后也很简单的出了三道的题目 这个是我选他很重要的一个的原因 好 那再来 第二个 那 我有分享画面对吧 OK 好 再来第二个我选择的就是这一个 What are the 16 tenses in English 就是这一个的网站 myenglishpages.com 那我也是因为在整理文法的时候 才发现 这个网站很棒 所以要跟同学们去分享 今天虽然只有介绍到文法网站 事实上你去看 在这上面有很多 非常棒 我觉得不错的 只是碍于因为今天 介绍到文法 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介绍 更多详细的说明 或许未来我们有机会 我们还可以再回到 myenglishpages.com 这一个的网站来看看 所以就是这个网站 他提到说有16个的时态 刚开始他也是会叙述说 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12个时态 所以他这一开始就问 Are there 12 or 16 tenses in English? 到底12还是16个? 所以当我们往下去拉的时候 他也是回答说 刚开始是12个 没有错 所以他介绍到16个的时候 同学们就会看到这边 最右边的这一块 这就是第13个到第16个的部分 那加上了什么呢? 就是word 这个的word是从will所延伸过来的 所以它不仅是代表过去式 它也有可能是一种 比较委婉的说词 word是过去式 是比较委婉 没有那么直接 比方说I will walk 就是告诉别人 我会去走路 I would walk 可能就是代表 我应该会去走路 没有问题了 所以这个就是会有 这方面的不同点 提供给同学们做参考 所以它这个叫做conditional 情境的一个的第16 13到16 增加的另外四个 那如果往下拉 它就有更多 更多 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的练习 那这个的网站呢 它把这个的部分 当作是一个的写的部分 那如果你再去看到它home page的部分呢 里面还可以看到很多介绍的地方 那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再来看一看 这个myenglishpages.com 好 那最后的部分呢 我们再来介绍 这个就是我最爱的 其实 我有很多的文法的练习题 都是从这个的部分 今天同学们看到这个网站 老师看到这个网站 真的是不偿私 这个真的是我的私房菜 agenda web 从爱上英文 2016年2月12号正式开始 这个网站就一路陪伴着我 所以我常常会 包含我们喂猴子是香蕉 里面也有很多 的练习题 是从agenda web 这边出来的 那一样呢 我们也去看看它的 verbs exercise 关于动词的这个的练习 那我们也来试试看 present simple 现在简单式的部分 像你这样子一直点选下去呢 常常你可能很容易就迷路了 它的网页超丰富的 很多 而且你从这边这样18个 去看了之后呢 还可以再往下 所以非常精彩 那甚至这里面呢 还有提到有游戏的部分 好 那假设如果以第一个来讲 好了 像这种就是比较简单的练习 所以可能I read You read He reads 所以搭配简单的图案 然后很简单的练习题目 它当然也有困难的 所以你可能往下拉之类的 这很多其实都没有来过 那我也很好奇 看看这个game到底是什么 里面有很多的game呢 他们是用Adobe Flash Player 去年1月1号开始 所有的网站 所有的网站 大的网站 Google Search Engine 或者是Microsoft 他们的IE 全部都一致封锁了 Adobe Flash Player 他们说那个有bug 会有漏洞 所以我其实有很多的游戏 是来自于Adobe Flash Player 但是因为这个的缘故 没有办法去继续玩 不过 有朋友告诉我 他说其实是有破解的 不过我想 我就没有兴趣 再去做研究了 OK 像这个就是 Choose the correct words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 这个基本上也是一种 动画的一种的呈现 所以像这样子 可能你就继续找 像the bird sees a song every morning submit 就是去接受这个的答案 OK 然后继续往下 好 所以这个就是 今天介绍的 这个三个的网站 那尤其是 agenda web 我一定要再好好看 大概在一分钟时间 好好跟大家来分享 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grammar的部分 vocabulary的部分 单字 因为它全部都是英文 那你看甚至有像万圣节 万圣节是下礼拜一 那这个是发音的部分 听力 阅读 这个是听写 国一的时候 英文程度 除非猛进 主要是那个时候 有位包老师 他叫包平平 包老师 他每次上课一开始的时候 都给我们进行的 就是听写练习 他没有跟我们讲 他在进行听写 也许有我有忘了 但是他每一次上课 一定会先念一句话 这句话 或可能是从 很简单的单字开始 不太有印象 但是那个的 那一个的单字 或是那一句话 都不是我们认识的 所以他试着 我们去把它拼写出来 所以去听到 然后把它拼写出来 这个就是叫做detection 那在这边还有 audio stories 像这边介绍到一些的故事 所以这个是介绍到故事 而且他有影像 提供给大家去做参考